大家好,我是Benny,专资会创委会员 今天我来到学校和同学分享生涯规划的重点 我叫黄智盈,我未来理想职业的一名律师 我很高兴我参加了卓育清俄计划之后 我找到我的理想,我找到我的兴趣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执业律师了 我叫杨明航,我对医药行业很有兴趣 我叫陈建林,我想从事IT工作 我叫李俊伟,我想投身于法律界 我在学校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工程师 我今天终于做得到 我中学的时候的梦想是一位音乐家 我现在更是一位眼科医生 卓育清俄中学生生涯规划讲座 自2013年开始 由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举办 转资会在2006年成立 至今迎聚超过700多名 来自各专业和行业的领袖精英 计划推行至今一共举办了 接近100次讲座 参加的中学生接近1万8千人 转资会期望透过讲座 能够协助中学生发展和认清自己的 行业兴趣、能力及事业目标 提供行业资讯及职位前景 入行要求及途径等等的资料 引导年轻人认识国家的发展状况 专资会提供多达十多个主要行业的讲者 去到学校作分享 并且由学生按照兴趣参加分组讲座 让年轻人及早定立奋斗目标 好好装备自己并规划未来 我是陈明德 刚刚中学毕业 大家好 我叫肖沛如达安娜 今年在内城毕业的 我是陈家达Alex 刚刚投身法律界 想起初遥青昂生涯科学讲座 已经是中学时期的事了 当时听到很多不同专业人士的分享 他们的人生经历啟发了我 对我的未来人生和生涯规划 都获益良多 我记得有一次 讲座分享的嘉宾是一位工程师 他教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兴趣 能力 再慢慢思考如何实践 每一件事都是一步一步 踏见实验而成的 听完他这么说 我也慢慢想清楚 自己的路想如何走 很多人都说读法律是会脑抽筋 常常都要抱着一些案例 一起睡觉 我初头都不敢试 不过我很庆幸 在一次去清我讲座里面 听到一位专业的律师的分享 原来他跟我一样 以前讲话是口窄窄的 不过当他认清了自己的路之后 他就下定决心 要通过分言改正自己的口吃问题 所以我记得 他当时讲话不知多流畅 那我就听了一位会计师的分享 他就跟我讲话 外人看会计师 就身光颈凉 赚钱又多 计算数就搞定 但其实会计师是很辛苦的 尤其是你进入big4的公司 你每晚遇到没有三四点 你都不需要知道有得走 有机会你要带上水多进公司睡 那这种敬业的精神 各行各业都有 而正正就是因为 蔡玉清岳的计划 令我知道更多不同行业的资讯 我才可以选一份我喜欢 而又适合我的工作 很多谢他们给了一个课题 我对他们的思考 透过他们的分享 我才知道 原来我自己对自身能力的掌控 将来的期望 甚至乎人家对我们的看法 都跟我原先的想法很不一样 但是他们跟我们说 做人想要长远一点 不要做井底之蛙 要跳出自己的框框 勇于踏出自己的框框框 你的生涯 你做主 全自困理 創未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